大家好,我是刘二手,上回给大家说到那个,我去了银河了啊,然后那个没找什么太好的银铛,就在那个银河那个随便找了张桌子坐下来,就随便那么打啊,打着打着也打得小啊,也也没黑没赢,后来那个赶上那张桌啊,换换班长了啊,换上来一个新的班长,是一个女的啊,这个女的呢 反正有点姿色啊,然后那个,头发梳得非常整齐啊,就是一丝丝的,就感觉每根头发都能看得很清楚,然后一看那个气质也特别好啊,就是 非常干净利落,非常洒脱的那么一个女的,看着年龄也不大,二十多岁 其实在中场里头啊,很少有种年轻的女合观啊 然后呢,我就跟那儿,就就我一看她来了呢,然后我,哎,兴致就来了啊,平时挺挺少看到年轻貌美的女合观呢 然后她就开始跟那儿啪啪给我发牌啊,然后呢,我就在那推,然后呢 看完牌,看完牌呢,然后我就把牌趴,扔出去 我没把这个两张牌,趴一扔出去的时候,那个女班长啊,都这么着,往后缩一下 要不拿手捂鼻子,怎么着缩一下,我说,这什么意思呀这是 然后呢,打了那么几口呢,每次我一怕牌甩出去,或者说我一个上去去推的时候,这个女班长呢,都是这 啊,哎,是嫌我身上臭啊还是怎么着 后来,嗯,可能是吧,反正就是嫌弃咱们,就用那种嫌弃那种表情 那种,那种,那种,那种状态,那种,那种状态,那种,那种状态,那种表情就是,给我感觉就是那些 可能那会儿就是,怎么说呢 那个到了夏天啊,妈哥那个天非常热啊,非常热啊,那出去待一会儿就一身汗 嗯,尤其你看我还是北,北方人,那个真的是受不了那种热,可能是身上是有味道 但是当时那个女班长呢,就是表现出来了 啊,当时我就心想你装什么呀,对不对 你在这做,就是做这个工作,你就是要面对所有任何客人的 你觉得这个环境你接受不了,你可以不做,对不对 你别成天见,来这个动作,对不对 其实当时我都想投诉的,当然你想算了吧,一个女的 对吧,可能看着岁数也不大,没说刚从学校毕业,刚出来上班 在家里是个小工举啊,是个小工举,刚出来上班有点不适应 然后呢,我就没跟他计较,但是他这个举动弄得我呀,心里头挺乱 而且他这种状态呀,就是 把我的运气弄得也不好啊,就是那会儿我就一直黑 啊,他,然后黑一口,然后他还老正着,哎呀 那种状态啊,撇着鼻子,撇着眼睛,那种状态 没过多一会儿,我那点米就全放黑完了,在那张桌子上呢 啊,当时本来我还是想 有点跟他较劲那个意思,就是,哎呀,你不是瞧不上我吗 对吧,因为咱怎么说呢,可能这话,说出来又有点得罪人 因为有点伤和气,就是本来就是,这个港澳同胞啊 对咱们内地人啊,就有那么一点点不同的看法 啊,所以呢,当时呢,我又有点说,你瞧不上我 我就偏,哎,红几口,给你瞧瞧啊 让你对我另眼相看 但是打得越急,越黑敏啊 结果那个,当时呢,就在那个女,女班长那儿呢 就,那张桌子上呢,就 把我之前红的所有敏,全都黑干净了 黑完了 黑完了,然后,当时那个心情挺不好的 啊,我走到西安石里头,找那个,当时 在西安石里找了个人,我就问,你有烟吗,能给我一根吗 然后那个,抽烟的哥们给了我一根烟 然后我还找他借了个伙 我在那西安石里抽了根烟,抽了根烟 没米了,没米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当时我还没吃饭呢,一天 然后我坐那个免费的发财车,先到那个观察 然后再从观察,坐那个到新普京那个发财车 到了新普京 从新普京一直往那个,新马路那边走 然后那有一条小巷子 里头有一个卖那个炒饭的 那个炒饭7块钱一份 我估计这是在马可能吃到最便宜的一餐了 7块钱普币 因为当时我翻了翻我兜里头,一共才有12块钱 就还都是那个钢盆,就是硬币 一共翻出来12块钱 那个炒饭就是,像是腊肉炒饭 但是他用的不是腊肉 啊,就是那个,咱们最早用那个一次性饭盒 就吃完了还得把那饭盒中间插一根筷子 给它插穿的那种白色那一次一次性饭盒 把那一次性饭盒给它掰开一分二倍二 就拿那个半拉那个一次性饭盒里头盛一点那个炒饭 然后里头兴兴点点的看似有点拉肉似的那种样子 但实际上它是块咸菜啊,就那么半拉一次性饭盒 那么一点点那个炒饭,卖7块钱普币 当时坐在我旁边跟我一块吃的那些人都是 看着都是在妈子干什么的工地的啊 就是民工就是那个,我旁边一大哥穿一个白衬衫 那整个这一圈领子全都黑透了 然后那个整个身上衣服上也是那个脏的那种油渍汗渍 反正你想啊,妈个那么好的地方 那么繁华的地方,有钱谁吃这个呀 不好吃也算吃饱了,再难吃的也算一顿饭嘛 吃完了之后呢,我得想办法搞米儿 我找了个,后来我又去菜市场啊,找了西安市 然后那个找了换港纸的 我当时有一张信用卡还能投资10个W 然后拿那信用卡呢,换了那个10W的港纸 然后呢,又去战斗了 啊,又去战斗了 当时呢,我去的是星际啊,去的星际 当时,怎么说呢 整个人那种状态不好 啊,就当时就是有一种状态就是说 可能还要黑名人 就是自己隐隐约的心里就有点感觉 然后呢,当时就想 万一我这10W再黑了怎么办呀 后来那会我给四哥去了个电话 我说四哥你在马哥吗 他说没有,我在那个沈阳呢 我说那个之前我借你那20W 能现在转我点吗 老爹在这要用钱 他又看我说啥20W啊 我说就上回咱在马哥 那个你给我借的吗 他说我记不住了 我没记得有这事啊 哎呦,他这么一说 我当时恼火了 我说就上回嘛 我说那个咱俩一块去的时候 然后我那什么 那个你俩女徒弟 刚借完你钱 给你整完钱 然后你管我借的 他说没有这事啊 我说那个什么 他说那那你说那啥 他说你那个你要没事我料了 我说那四哥那个什么 那个之前我买的原始股那个 不是还有还有七百W吗 要不然我从那里的先 递出来点 你现在先借我点 他说那一马归一马 那能扯一块吗 我说那那个什么时候能上市啊 你说能上A版上主板 他说你等着吧 用不了多钱了 那个再过那么俩三月应该差不多了啊 你放心老弟啊 我不会坑你的 我这说行吧行吧 那我料了 他急匆匆的就把电话料了 我这心里头就觉得没底 上次明明借给他二十W 这一下他告诉我忘了 关键那七百七百W 买原始股那事 我觉得越来心里越没底 然后就是心情挺焦虑的 真的挺焦虑的 然后 到了星际 虽然说我觉得星际 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我觉得 挺喜欢的一个菜市场 就是 星际星际给我奇迹嘛 每一次 都带给我奇迹 但是那一次没有 那一次没有 那一次 我这个十W啊 很快很快就黑完了 嗯 黑完了之后呢 这一下就等于签了信塔 然后我又拿出一张信塔 那张信塔还能透支个五W 然后我拿信塔 那张信塔又 又那什么 又去那个 又去刷了俩W钢纸 刷了俩W钢纸 那当时我就是 从星际又 又去到银河了 啊当时就 想哪里跌倒哪里爬嘛 去了银河了 去了银河 当时也没有 什么想法 啊就是 就是什么想法都没有 那会脑子特别乱特别乱 就是什么想法都没有 人其实 后来那会我就想起了一个什么 就想起了一个三猪鹿打法啊 就是鸿鸿蓝 鸿鸿蓝鸿蓝 那么大 然后就是很多时候吧 我就是在马拉格 就是说当你有些时候 你没有想法的时候 被逼出来那个想法 反而是正确的一个想法 就当时我就是那种状态 就是脑子里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接下来该怎么去战斗了 然后心里头特别乱 都要焦虑 然后 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后来就是想哎 怎么着怎么着我瞎推吧 就鸿鸿蓝鸿蓝 这么推吧 然后那个我就找了一个桌 当时那个桌呢 我看见一个男的啊 就个子不高挺胖的 一看像咱们南方人 但是这个男的呢 他挺胖胖的吧 但是他这个鼻梁的要是塌 就是鼻梁的要是细 细窄 然后还有点塌 咱们这个鼻梁的不是好多人都挺一点吗 你看刘德华的鼻梁的就是硬钩鼻 挺挺的 他那个是他这儿的 扁的 但凡这个鼻梁的不挺 非常扁他在这儿的 那种男人啊 我说的是男的啊 他的财运都不好 真的 他的财运不好 挣了钱留不住 啊 而且这种人呢 就是说 他可能他会挣到一些钱 或者说他不少挣 但是这个钱他花不到自个头上 用不到自个头上 都要不然给哥们了呀 要不然被别人借走了呀 要不然就给老婆孩子了 他用不到自个头上 啊当时呢 我就坐下了 我坐下呢 那个 没过多久呢 那个旁边呢 又来一个女的 啊 那女的说 就过来说 大哥 咱俩搭个伴呗 我说搭什么伴啊 他说大哥我叫盈盈 盈盈 然后就是 这个名呢 就是挺吉利 盈嘛 然后说 没准我坐你玩上 咱俩一搭伙一玩 就盈了 我说盈什么呀 盈 然后当时就是觉得这个 不靠谱嘛 就是觉得这女的 然后呢 我也是什么都不管了 就按照我推出的计划 红红蓝就直接推红上去了 啊 结果呢 那个 那个他鼻梁那胖子呢 推的是蓝 啊 然后那个 我就直接俩W全推上去了 推到红上了 然后我这边是7点 他那边6点 就直接给他插烧了 然后 然后 我接着推红 然后那个边那个盈盈呢 也跟着一块推了这个 蓝亚W红 当时我是直接八宝啊 就是推了4W 然后 这一个 一开牌 然后那个 又是我 红了 然后盈盈 因为他跟我一块推的 他也红了 那个 他鼻梁那个胖子 黑名了啊 那个盈盈还说 说哥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吧 我就说嘛 我坐你旁边肯定能赢 啊 然后呢 这一下呢 我就8W了 8W 红蓝我推蓝了 啊 那个 那个他鼻梁那胖子呢 他就觉得有点 有点要跟我较劲似的 啊 跟我抬钢腰叫板 我推蓝这个子他都会推红了 啊 然后 然后那个面部表情呢 就有点要跟我杠上似的 那种感觉 完了呢 那个 他啪啪 啊 班长这个推过去排去 啊 他没等那个班长打开 他就自个先打开了 一张三一张五 等于那个他鼻梁那胖子那边三五八啊 啊 然后那个 我呢 就 看牌 四边啊 当时我就 因为三五八出来之后 盈盈就当时就叹了一口气 就哎 哥这把悬了跟我说 当时呢 我就哎 先四边四边看完四边之后呢 我就放那 啊 然后看第二张 第二张我掀起了一个脚 是个公 啊 一张公一张四边 啊 当时呢 嗯 我就跟那盈盈说 今天咱就给吕之河上了一课 啊 咱就咱就跟银河这尬了 然后直接我也没去想什么 你想四边最刺的他也是个八 直接我就把那个公牌 他掀一掀出来 第二张我直接啪甩出去了 甩出去的时候 我没去看 但是那个他鼻梁梁胖 胖子说了一句 我擦 牛逼 然后我一看是一张酒 啊 结果我直接就红了 其实当时这一口牌 挺提真士气的 那个盈盈呢 也去也跟那尖叫一嗓子 跟那拍巴掌 啊 哇赢了 真赢了 这一下呢 等于就是 成功呢 用这俩W过了三关 当时真的就觉得 虽然说没红多少米 但是真的那种气势 啊 那种状态一下感觉就回来了 那他比较那胖子呢 走了啊 他当时有包放那个台上 把那包往大石窝那一家 骂了一句 走了 当时盈盈呢 就说哥你看我说没有 我坐那边上肯定赢 当时呢 我真的我对这个盈盈啊 不太有什么好感 啊 我就怕他什么呢 怕他又又又又骗我点什么 啊 我也没理他 呃 接下来呢 该怎么打啊 我当时又陷入沉思 因为这个胖子走了 啊 桌上就剩我跟那个盈盈俩人了 哎 又当时又 有点迷茫 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啊 下个视频我继续给大家讲 拜拜